今天终点给大家评测一下这款亚赛卡的雷龙 这款套桥是重新设计过的 然后这款套桥我其实已经打了有接近有两个月了 一直给大家反复的去试这个性能 然后我一直也贴在我自己的主板上 这款是96版 然后我前段时间打这个金盲罐龙 也一直在打这个雷龙 这个雷龙的整个性能方面的话 我认为它在200元以下的话 基本上可以秒杀90%的这种套桥了 但是它的品控方面确实有带去提高 品控方面确实要我非常的糟心 包括它的海绵的碎边情况 海绵开裂的情况做得太脆了 还有这种浇灭的氧化情况都确实是存在的 这也希望亚赛卡公司后期去慢慢去调整自己的产品 先去进行优化这些产品 确实亚赛卡的性能很强 但是在品控方面我希望也去抓一抓 我们也更期待后期这个亚赛卡公司 把这个品控提高了之后 给我们更优秀的一个产品 给到我们这些消费者 然后我现在打这款也是我自费去买的这款 这款亚赛卡的雷龙 这款这款海绵呢 官方所说的是一个射性套胶 然后海绵采用黑色的这个 采用黑色的这个碳树的一个海绵 以后这款胶皮呢 我打的是这个中硬的中转 我曾经早期去试打过 然后中转我觉得不太适合我的水平 如果业余没有基础的球友 可以尝试个雷龙的中转 这中转确实做的比较准 比较偏向F1动性能了 然后这个中硬的话 这个性能就得好好聊一聊 这性能确实我认为做的非常的突出 但是对于越野球友来说 又确实不太友好的 这款胶皮呢 整个手感是做的比较扎实的 我使用这款套胶的话 我建议大家球友去尝试的 去灌点油去吃打 然后灌了油之后 整个效果会做的好很多 原来整个胶皮的海绵硬度是比较高的 以后这款胶皮的一个海绵 上面的话容易氧化的情况确实存在 大家看我自己打的胶皮 也确实存在了一点点小小的氧化了 以后这款产品的话呢 其实亚莎卡的套胶性能方面确实很优秀 当初的飞龙 然后到现在的雷龙 雷龙是做一个全新的升级的 然后它打起来的感觉还是比较 有点点这种粘性的手感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四打环节 我们边打边聊 大家来看这款产品 因为我满意的点在哪里 然后感觉到它的不足在哪里 亚莎卡这款雷龙 这整体的速度方面 不会来得像别的色套这么的快 但那优势在于它发力支签之后的支签是比较足的 但是这也是在于自己刷了油以后 如果不刷油整个海门会比较发硬 很容易的出现掉网的情况 然后整个胶皮的抓球感 我认为是它一个亮点 它相比别的色套没有出现那种明显的虚弹情况 整个手感做的特别的扎实 在自己手上刷了油之后特别的通透 然后在自己去发力的时候 整个弧线方面的话也做的是比较好的 我们打的这款是中硬的这个 这款中硬相比中转优势更加明显 中转可能适合那些刚刚起步的初学者 但是这款中硬在进台的这个表现 我认为是比较满意的 特别在于它这种拧拉的时候 这款胶皮我也打了两个月了 它在自己拧拉的时候抓球感特别的强 然后吃球是比较明显的 在自己手上特别的有素 但是这款胶皮打退台的时候 感觉这款海绵的一个韧性稍微的差了一点 活性没有那么好 所以退台支撑表现我认为比较一般 至于发生力之后手过去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但是中等力量的时候这个胶皮 退台的时候手上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的清晰 这款套墙如果作为初学者的话 中硬我认为可以作为正手去打 因为我拿了四个打正手也完全没有问题 它的硬度是比较高的 我就去找了一款这两百元以下能够跟那种粘性套脚的这种感觉的胶皮 然后在这个雷龙上面是找到了 虽然官方去标注这种是射性的套脚 但是打起来的抓球感觉我认为是特别好的 这款套脚在防守方面的话就会有些比较偏弹 整个弧线会比较顶 需要自己在手上多留点控制 因为这款套脚在防守的时候过去的二跳是比较顶的 就让对方去打也感觉到非常的难受 但是自己稍微不注意很容易的就会出界 所以这也是球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也要再说一下这款套脚的一个小球控制能力方面 这款套脚在小球方面我认为是做的比较好的 没有明显的这种虚弹的情况 就是这款雷龙的中硬套脚 我比较建议这种进阶的球友可以去尝试 如果是业余这种初学者这种球友 防守基本功不是特别好的 我就不建议大家去购买 因为毕竟它的硬度在那里 我打起来的感觉有点像狂飙的这种38度的硬度了 可是这款套脚我经过自己去两个月的试打 我认为这款套脚在200元以下都非常对得起它的性能 但是它的品控方面还是需要它们自己去优化 最后再说一下这款套脚的一个旋转 旋转方面的话比较偏中等 但是它的抓球感好 所以在自己去摩擦的时候手上的感觉都特别有素 弧线的话整个弧线是比较走的 所以这款套脚在射套跟黏套之间结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官方所说的这种射套的感觉 但是我打起来还是有点那种威廉的手感 希望后期亚塞卡公司去抓一抓它们的品控吧 这品控确实现在成为它们最大的问题 包括之前的飞龙 有些新出的雷龙都有这种情况 它的海里因为做的太脆 所以很容易出现裂开的情况 好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